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3号星期二 习近平会不会踏入台湾的明斯克陷阱 什么是明斯克陷阱 是这样 俄罗斯乌克兰他们之前谈过两次的明斯克协议 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 第一号 它是一号协议 是瑞士的欧安组织代表 组织了俄罗斯 乌克兰 敦涅斯克 卢安斯克 四方代表 在白俄罗斯首都的明斯克进行了听话谈判 当时的时候 第一次听话谈判的时候 普京他实际上是不支持的 然后普京不想跟这事有关系 普京是说 他说这个是乌克兰内战 谈判应该在乌克兰政府和东部独立政权之间进行 俄罗斯不应该参与 但作为调解人出面 乌克兰要求莫斯科直接作为谈判一方参与 他说拒绝以任何形式 从另外两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直接对话 就是说你跟我们谈不上 我是国家对国家谈 我不承认你们是国家 所以各有各的想法 然后到了2014年9月 第一版明斯克协议的达成 但是当时为了避免争议 协议措辞模糊 而搁置了一系列敏感的问题 所以最后就形成虚设 后来谈完了没几天 就接着开战 接着打仗 到了2015年2月 西尼人和谈在明斯克又举行 会谈了16个小时 这次是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 法国 四国的首脑 全部都背书 在背书的情况之下 负责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 三方零的小组 那两个人民共和国 分别在嫌疑上签字 但是随之而来的 是不是和平 其实也不是 是无穷无尽的摩擦 乌克兰的这些 说俄罗斯语的 和说乌克兰语的 之间 基本上所谓的停火线 就是交火线 一直在打仗 到了2018年 乌克兰媒体完成了一份特别报道 说明斯克协议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都到了全面执行 但是 明斯克前后两个协议 还是拖延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他们谈协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和平 还是什么 现在不得而知 有很多人就说 默克尔到底是亲普京的 还是害了普京 你知道吗 现在老多人就在骂默克尔 说默克尔的时候 过于这种 就是说 随敬主义 就是冠着普京 但是有的人就说 默克尔实际上害了普京 这个明斯克协议 默克尔在里面 起到了很大的这种作用 跟普京谈了很多 总统觉得普京也同意 签了这个明斯克协议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 很多人的观点就认为 就是说 德国 法国 他们跟普京 在一块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欧洲 还有北约 还有美国 就从来没想过 这个事能够和平解决 从那个时候想的 就是最后一定要无力解决 但是 那个时候需要时间 要帮着去培养 乌坎的士兵 培养乌坎的亚素营 让他们更有战斗力 这个时候 这两个协议的主要的目的 就不再是什么 不再是为了和平 不再为了常有 我们这种戏 从来就没有认真过 所谓的谈协议的时间 只是在拖延 在给自己准备更多的时间 所以有人认为 默克尔最后 就通过这个把普京坑了 现在习近平在台湾面对的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 现在蔡英文 他们现在以前就说的 叫抗中保台 现在叫和平保台 换了字的 要和平 要跟中国的谈 国民党就更加的 就是这种 就是说要谈判 等等的 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避免战争 要和平 还是为了拖延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台湾问题 由哪一种解决方式 首先来说 就是大的方向上来说 就三个 一个是统一 一个是独立 这是一头一尾 对不对 一个就统一了 一个独立 对不对 是一头一尾 那么中间是什么 维持现状 对不对 就主要是这三个大方向 然后在三个大方向里边 我们再来分 总言说 就是说 统一这里边 有两种方法 一种打仗 武统 另外一种是和平统一 这就达到了统一的目的 那么独立 独立这边也分两个 一个就是说武装独立 所以我就给你干了 干完之后 我打赢了 我就独立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和平统立 通过跟大陆谈某一些协议 最后大陆承认 台湾独立了 当然我知道有人说可能不可能 咱也不说可能不可能 咱也说都哪种情况 然后中间维持现状 但是没有哪个现状是能维持的 维持现状 这个话就更虚了 因为说实话 美国在台湾想要搞这种 战略模糊 维持现状 几十年了 但是这个现状维持住了吗 没有维持住 这个现状一直在改变 最简单来讲 大陆的军事准备 越来越不一样 这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台湾也会有它的军事准备 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日本也提出来 要搞自己的这种军事准备了 就为了介入台海 美国也在为此做准备 所以谁在维持现状 没有人在维持现状 所以所谓的维持现状是什么 就大家都在买时间而已 是吧 都在为未来做准备 现在大家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为什么做准备 我现在看起来 好像大家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对日本在提高军费 台湾要什么延长服役年龄 美国要给台湾变武器库 中国也玩命了招兵买马 大家在干什么 其实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所以在现在来讲 谈的任何的什么明斯克一号结议 明斯克二号结议 都是骗普京的 都是没有用的 只是为了战争再做准备而已 再买一点时间 做的更好的准备 然后能够给俄罗斯放更多的血 那么欧盟也好 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他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乌克兰有一天可能打败了俄罗斯 我觉得他们没有确信眼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支持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 给俄罗斯放血 消耗俄罗斯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打败他从来都不是一个 都没有这个梦想 都不存在这个梦想 那么武装台湾 有没有想过武装台湾之后 最后把老共消灭了 把中国整个消灭掉 恐怕他也没有这个想 没有这个梦想 那么武装台湾的主要目的就是干什么 消耗老共 让台湾的尽量的去消耗 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 就是说跟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 尽量的能给你多放点血 多放点血 多有点损耗就多有点损耗 就是这么个目的 那么对于 那么倒过来了之后 但这个就是美国的想法 那么从中国的想法应该是什么 从习近平上应该是什么 就是说问题解决了 然后消耗降到最低 死的人最少 拖延的时间最短 对不对 然后双方不要造成过大的仇恨 对吧 这是习近平应该想的 和美国想的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如果这个战争 拖延的时间很久 导致中国的国力极大的消耗 死了几十万人 然后拖了一两年 那这个美国就得逞了 那么中国就失败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所谓的失败就是这样 就是你找拖的酒 最后你的消耗很大 你就失败了 就像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 最后就算是 你把顿杰斯克 卢干斯克 最后解放了 或者吞变了 你消耗了这么久 你还是失败 你没有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而且你跟乌克兰之间 结下的血海深仇 这事玩得了吗 最后说实话 你不把他灭了 他就把你灭了 而且你现在 就算是最后和他了 你勉强维持在这之后 乌克兰这边能玩吗 他肯定还要在赵兵买马 继续的买武器 继续的准备 那后面还得再打 所以就是现在 就哪怕 现在普京跟泽连斯基要和谈 现在拜登不也说 要和谈 要和谈 这个和谈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和平吗 不是 给双方买时间而已 后面还得干 这事完不了 明白吗 也许能有个七年八年 十年左右的和平 也许就这样子 就跟上次的明斯克一号 或明斯克二号协议一样 但是后面肯定还得打 写完不了 这个事 所以中国和台湾的问题 就在这 就是说 没有什么现状好维持的 最后就两个结果 说白了 你懂吗 最后就两个结果 要么统一了 要么独立了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就维持现在这个模糊 最后双方都 大家都接受不了 而且大家都在这里边消耗 还不如就最后 最后有一个结果 有了结果 就彻底结束 就中国要不就完了 你就成为他独立的 成为他成为一个独立的 一个国家 要不呢 你就把它吞并回来 对吧 那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 就是说 习近平想要的 就是迅速解决问题 对吧 那么就是说 习近平想要的 肯定是统一 那台湾呢 现在可以说 我可以说 80%人想要的是独立 这没问题吧 这话不犯歹吧 我觉得 就是说 你貌着良心说 对不对 可能就是说 能够支持统一的 我看都没有20% 我估计2% 有没有 反正就很少 真的是很少 100个人也没有几个 能够支持独立 支持独立 基本上都是那些 老蓝男 老年的蓝营的男性 就是说 所谓的黄复兴 就是说 炎黄子孙 复兴 中华 但黄复兴 现在还有几个人 基本上都死的差不多了 黄复兴 现在有一半 估计都在古卫盒里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没什么人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就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习近平要统一 台湾要独立 双方能谈统吗 谈不统 所谓的和谈 就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 就是说 你如果和谈了 就是达成了一个 就是说 大陆跟台湾的明斯克协议 那说明什么 你跟普京一样 你被默克尔骗了 你踏入了明斯克陷阱 就是这么个情况 没有问题 那好 在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就是什么 就是说 时间到底对我们 是有利还是不利 每个人都要丝毫 因为在这个事情里 其实是多方的 这个不光是大陆和台湾 就好像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样 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里边美国北约都参与进去了 首先说 就是说 大陆和台湾 现在要打 那么时间对大陆有利吗 时间对美国有利吗 时间对台湾有利吗 就往后拖的话 到底对谁有利 你看 美国外交杂志 发表了一个评论文章 题目是 就是说 台湾问题 为什么最佳解决方案 是没有方案 文章说什么 说70年来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 都避满了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今天 美国的政策圈 正在形成一种的共识 既这种和平 不会持续太久了 老公要动手了 对不对 那么许多分析人士 和政策制定者 现在认为 美国必须动用 其所有的军事力量 准备在台湾海峡 与中国开战 那么台湾 处于全球价值量的核心 台湾的安全 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 美国有充分理由 保护该岛 但是衡量美国政策的 唯一标准应该是什么 当然要砸手 他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 就是说标准应该是 是否有助于 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 而不应该是 是否一劳容易的 解决了台湾问题 或台湾永久留在 美国阵营中 明白吗 那么我的观点 跟他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 我认为 他认为 就是说维持现状就可以 但我认为 这个现状已经维持不住了 最后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就一劳容易的 解决这个问题 彻底解决掉它 不 就或者你美国的智库 你可以维持现状 但是中国还能接受 维持现状吗 恐怕是够呛 对吧 他说一旦这样子看 真正的目标就变成清晰了 就是要让中国 就是说 外交杂志的观点 就是让中国和台湾的领导人 都要相信一点 相信什么 就是说 时间对他们是有利的 这美国外交杂志 给美国政府 就是说 献计献策 就是他们献计献策 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 就是说 让他们认为 让台湾也认为 就是说 我们只要 和谈拖下去 对台湾有利 让大陆也要相信 就是说 我们和谈拖下去 对它有利 就跟当年的 明斯克协计一样 让普京要相信 就是说 和谈拖下去 对普京是有利的 让乌克兰也要相信 和谈拖下去 对乌克兰是有利的 那么最后的现实结果 的确确对乌克兰有利了 对普京有利吗 没有利 普京如果是2013年 2014年动手的话 摧枯拉朽一般 但是普京等到了 2022年才动手 现在不要说摧枯拉朽了 现在打的 就叫打成一个绞肉机了 普京如果早10年动手的话 绝对不是现在这样子 所以这10年消耗下来 对谁的影响力大 对普京的伤害是巨大的 所以为什么说 普京被默克尔坑了 就在这了 所以外交杂志的观点 对吗 这让美国北约的立场来看 这个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就是时间实际上对中国不利 但是我们要想办法 让中国相信 时间对你是有利的 就好像当年前 签这个明斯克协议 谈明斯克协议的时候 我们让普京相信 时间对你是有利的 等到你哭的时候 那你白身上也被骗了 你为什么13年不动手 14年不动手 你要等到现在呢 对不对 其实北约7次动货了 目标只有一个 你普京是个傻逼 你看不明白 你早该动手了 怎么会等到现在 对不对 等到现在你都快打不过了 你都快不行了 你才动手 对不对 被人真的是 见到顶到这儿了 才动手 所以这就没办法 这个不当初 就说你这个病 在这个体表 你治就好了 不治 后来就说病都进骨髓了 在这你等死 你知道吗 所以时间对谁有利 实际上 你看外交杂志的意思 就是时间 实际上对美国和台湾 是有利的 对中国实际上是不利的 这是外交杂志的观点 懂吗 但他说的就是说很含蓄 所以他就说 美国做的一切 都应该以此为目标 什么目标 就让台湾和中国都相信 时间对他们有利 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正常来讲 就正常的思维 中国台湾和美国都认为 时间对他们不利 你发现了吗 对 中国也认为 再拖下去 对它越来越不利 台湾也认为 拖下去 对它越来越不利 然后美国也这么个观点 现实情况是这样 但是外交杂志认为 就是说你最起码 美国要欺骗他们 所以他说 断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是错误的 你不要这么认为 冲突也许可以避免 如果把它拖的话 美国有可能犯下两个错误 首先加剧紧张局势 而不是阻止冲突 美国现在在台湾做的 就是说在逼着老公动手 美国现在在台湾做的 就跟当年在乌克兰做的是一样 增加武器 增加弹药 把台湾变成一个弹药库 然后在台湾 就是说延长服役 然后甚至现在就有传言 说美国英国都要出人出军事专家去台湾 帮助台湾去训练自己的士兵 甚至美国和英国也在考虑 就是说最后如果不行的话 能不能把台湾士兵拉到美国 拉到英国来训练 因为乌克兰那个时候就有这种 把他们士兵拉到美国和英国来训练 训练完之后再放回去 再投入回去 就是说能不能拿到这种 让他达到一个训练效果 因为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些器械什么不足 训练效果不好 如果拉到美国来的话 训练效果会更好一些 会极大的提高战斗力 然后他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忽视 更有可能面临的 更广泛的一个战略问题 什么战略问题 就是说这样 中国目前大陆现在试图 说服台湾人民 说避免灾难的唯一的选择 就是按照中国的条件的寻求和平 而美国和台湾 现在通过炒作中国入侵的威胁 美国的分析人士和官员 在台湾在煽动恐惧 无意中实在为大陆做事情 这样让老百姓在投票的时候 就会有所思考 就所谓的就是说 票投民进党 年轻人上战场 就这么一个观点 大家就不敢给民党投票 他说这点就不好 他说你现在等于在帮着老共 在做这种恐怖宣传 那么问题就在这 外交杂志就是说 我觉得从来这 你能看上一点 就是说外交杂志希望什么 拖下去 拖下去对台湾的有好处 我觉得台湾有好处 首先一点 就是说台湾目前来讲 刚刚我不敢说台湾人百分之百 都支持这个独立 为什么 就是因为所谓的黄复兴们 老蓝男们 有一些还存在 还活着还没死 这帮人绝大多数 都是当年眷村的子弟 都是从中国大陆 拜逃过去的一些老兵的孩子 这些孩子 基本上从小受了一些老兵的教育 他们还有 中华儿女的这种感情 所以这些人 某种程度上 从内心深处 还是支持独立的 是支持统一的 但是这拨人还能活几年 我这话口冷 但是事实是如此 这帮死了之后还行吗 你就看这个谁 李立群 李立群你看 就是说他 他说是 你看他儿子说的话 对不对 你在网上 你搜索李立群的儿子说了什么 你看李立群说了什么 你觉得那一样吗 等李立群不在了之后 李立群在的时候 你可能还能谈谈 就是统一 或者是独立 什么的 这里边的区别 他们还愿跟你谈谈 等到李立群的儿子 那边的时候 他跟你谈 谈个屁 有什么好谈的 开干嘛就 你懂了吧 所以你的问题 在这儿 当年国民党拿回台湾之后 后来搞了这种 所谓的二二八事件 为什么 就是因为日本人 在台湾统治时间太长了 年轻人根本就不接受了 你明白吗 年轻人根本就不接受 所以最后就是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学习 实际上是文化的不认同 人种的不认同 各种的不认同 现在台湾也在这儿 就是说你最后武力 拿下来了之后 就算你拿下来了 又怎么样 你最后好不好 就是又是一个二二八事件 或者是香港的反送中 或者是六四 肯定会有这种 或者什么太阳花 什么乱七八糟 这种活动 肯定会有的 到中你怎么办 血洗 恐怕是 搞不好 这样子 就是说仇恨就越急越大 不利于你以后的治理 但是现在还不一样 现在这些老男男 防黄护星们还在 所以你看蓝莹的 很多的这种政论节目 这种政治分析节目 很多的还是基本上 就是说 不是蓝 就是红 其实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红色方向的 不当然了 有人说那不是好事吗 蓝莹还在帮着老公 在做这种宣传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你真的 你去看看他们的节目 你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的节目 可以说70% 在看的实际上是大陆人 他们的收入率 实际上是刷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 有一些是刷出来的 真正在看他们的台湾人 比例可能我觉得 就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台湾人非常少 所以他们以去说 是在帮老公 给台湾人洗脑 不如说 就在挣老公的钱而已 你就是刷老公这边的流量 知道吗 我不知道老公 为什么可能允许 有一部分人翻墙出来 看他们的 帮他们刷刷流量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 你与其说他们是老公 在台湾安排的大外宣 你不如说是老公 在台湾安排的大内宣 实际上他宣的 基本上都是国内 宣台湾的很少 而且台湾的年轻人 根本就不看 那些老男男的节目 台湾年轻人看都不看 听都不想听 完全影响不了 台湾的年轻人 大量的台湾 但是不能说 完全影响不了 影响到非常非常少 而且时刻只有一个 他里边 时刻只有七个 都是大陆人 剩下那30%的台湾人 我跟你说 可能那里边 我估计只有一个是年轻人 剩下还都是那帮 老头们 卷村的老大爷们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说 就是说老公在台湾 虽然尝试在做宣传 但是这个宣传 是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 完完全全是失败 随着时间的发展 台湾就是越来越独 越来越独 而且独派占的比例 越来越多 年轻人就是天然独 二话不说 从他一出生就是独的 一点没有 什么中华人 中华你妹 别提那事没用 都是胡扯 所以时间对老公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能在台湾 就是说把最后 就跟在乌克兰一样 时间对普京 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自己不明白 时间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 就是导致什么 导致说乌克兰语的 越来越多 亲西方的越来越多 说俄罗斯语的 越来越少 亲俄罗斯的 越来越少 就是这样子 时间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在台湾也是如此 等到最后像李立群 他们这一波 老男男 黄虎兴们 都逝去了之后 就彻底完了 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说 一块铁板的毒 所以呢 而且呢 一块铁板的毒 然后美国 英国 北约 玩命的 帮他们培养 这个军事力量 给武器 给弹药 那到了时候 又是死心塌地 要跟你干 你觉得时间对你有利吗 当然 有的人认为 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也会提高 自己的军事实力 没有问题 那普京 也在提高 自己的军事实力 对不对 那么但是最后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不是说 你打不下来 就是你再隔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也许你也能打下来 因为你也在提高 他也在提高 对不对 但是你毕竟呢 因为你国家大嘛 你人口多 国力强盛 对吧 你投入的东西更多一点 你最后还是会赢 但是他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会打成一个消耗战 会把时间拖得很长 死的人很多 会把台湾 对台湾的这种基础设施 的伤害也越大 你看乌克兰 早期的时候 普京不想在乌克兰 造成太大的基础设施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管了 根本就分开手脚了 你懂吧 那样子会导致什么 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民间的 这种私人仇恨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割裂的越来越厉害 大陆也是 大陆要拿台湾的话 一定要越快越好 催锅拉朽一般 能三天搞定 三天搞定 能一个礼拜来搞定 一个礼拜来搞定 只要拖的时间长了 那么如果一个月没搞定 那就是十个月的事 就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一个月如果没搞定 那你等着吧 估计再打一年 拖的越久 对大陆越不利 对习近平越不利 所以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 习近平最后会不会 踏入这个明斯克陷阱 但是台湾现在很明显 连民进党都在转头 从这什么抗中把台 变成了这个叫什么 和平把台 那蓝营就更别提 蓝营一向都是跟老共 就是说在安抚老共 对不对 所以你就说 到底是绿营对老共的伤害大 还是蓝营对老共的伤害大 不好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路 知道吗 所以默克尔对普京 造成的伤害 可能比那些极端分子 造成的伤害更大 他骗了普京 让普京相信时间 对他有利 我觉得普京 现在估计长度都毁清了 普京就在港人站 普京觉得 算了 早知道2013年 2014年给你谈个屁 谈个屁的明斯克协议 直接推过去 干了就完了 那时候干可能催过拉朽一般 比现在快多了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 目前来看 有没有开战的信号 我觉得有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 日本防卫省 综合幕僚兼部 12月21号通报 12月17号到20号 中共的辽宁殿 在内的多艘中国海军舰艇 在冲绳大东群岛附近海域活动 辽宁殿共进行了 约130次舰载机起降 其中歼15舰载战斗机 约60次 舰载直升机 约70次 当时促使 日本海 是日本的海空自卫队 都紧急出动了 机舰 飞机 舰队 都出动了 去进行对峙 然后辽宁舰的编队 12月23号到25号南下 到了美国 关岛 到了关岛家门口 关岛是美军 在西太平洋 武力投射的关键据点 驻有战略轰炸机 和海军潜舰 中国人民日报 英文版星期四就此事 发表报道 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西太平洋地区 正在进行的演习中 首次发现的 靠近了美国的驻军 关岛附近 报道引述中国军事专家 称说美国正在关岛 和日本澳洲一起建立一个 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其中关岛是一个 以各类军事服务为特色的 核心的前沿作战基地 中国海军军舰 辽宁舰编队 在西太平洋训练时 航进美国关岛 西侧海域 表明中国航母舰队 已经准备好防御美国 从关岛发起的潜在的 对中国大陆的攻击 以及对台湾的军事干涉 这就达到一个什么 一个区域拒止的 这么一个效果 我为什么说 这是一个开战的信号 拜登刚上来 头几个月的时候 拜登跟普宁要见面 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 美国媒体 春牛逼说 拜登用他的魅力 折服了普京 把普京吓住了 说让普京知道 美国再也不是像川普 那么吓人的总统了 来了一个更吓人的 多多多老年痴呆 上飞机摔一跤的 总统吓死你 把普京就镇住了 这美国媒体这儿的报道 然后我再一看报道 在他们见面的前一天 俄罗斯海军全员出动 在美国夏威夷门口 练了一套拳 我一看 这个给普京吓坏了 当时我就说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就说明俄罗斯不怕 俄罗斯可能要动手 就是告诉美国 你别招我 招我的动手 川普在那时候 普京从来不干这事 川普在那时候 普京很明白一点 要动就真干起来了 但是拜登上来之后 普京非常轻松一点 就说不管我干什么 你美国不敢真的跟我打 你不敢跟我短命相接 你不敢跟我刺刀剑红 知道吧 你只能打这种代理人战争 所以普京就是胆大胆肥了 知道吧 直接在家门口练套 骚拳 堵家门口 先来一个 知道吧 所以 那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 当时我说 我说了一点 我说中国 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录过一期视频 讲了这个新闻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什么时候 中国也舰队出去了 到美国关岛基地 或者美国的军事基地 门口练套拳 这说明什么 说明就告诉你 我要动手 你别来 你来咱就干个 我就跟你家拼了 这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信号 等于中国这一套是干什么 先跑到日本的冲冲基地 冲冲也是美军基地 先到冲冲基地门口 耍不了一套拳 然后再跑到关岛门口 又耍不了一套拳 让闻人龙叼二方 耍不一套 都不耍不拳了 来耍不大刀 一百六十斤大刀 耍不一奔 知道吗 给你看看 这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普京搞那个的时候 意思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给了美国 一个书面的提醒 就是希望美国和乌克兰 给一个书面的承诺 就是说北约 不允许乌克兰加入 乌克兰有一个书面承诺 不加入北约 要不停得开干 那么后面就是开干 那么中国现在就是在这了 你懂了吧 所以你现在在回想 还记得当时我们录过一个视频 说南西佩洛西去台湾的时候 中国整个包围着台湾 搞军事演练 对不对 我说有一点 我们都被骗了 当时的时候 胡锡进说 要给南西佩洛西的飞机打下来 所以没有打 他来了一个围绕演练 这围绕演练一进行完了之后 我们马上意识到了一点 这个围绕演练 早就准备好了 想搞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 想搞就这种区域剂值 包围台湾 整个全方位包围 然后进行登陆 登陆作战的这种想法 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一套军事演练 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没有借口和理由去搞 正好南西佩洛西来了之后 先练一遍 然后现在再开始 就是跑冲城 跑关岛 去进行这种区域剂值 什么意思 这都是在为武统台湾做准备 做军事准备 做军事演习 做军事演习的准备 而这些东西是开玩笑的吗 我看够强 当年普京在夏威夷门口 练了一套拳 现在看起来 真的是一由所指 所以现在中国海军 跑到冲城 关岛门口练了一套拳 我看也一由所指 所以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不愿意踏入 普京的明斯克陷阱 但是到底会不会踏进去 我们也不好说 因为我相信 像我们这种的话 就是说大实话 就觉得拖下去 对老公一点好处都没有 习近平如果想快速解决 那就要迅速解决 不要再拖 再拖个几年的话 就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但问题是 有很多人不这么说 求实杂志不也说吗 就认为对美国来讲 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 就是要让习近平 要让中国大陆相信 时间对你是有利的 只要你相信了这一点 美国的舆论宣传 美国的智库 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看看习近平 到底会不会像普京一样 踏入了这么一个陷阱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